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 在他国中生来远是贫穷的 愿神助他的话 现代人很讲究出生 我出生在什么家族 我出生在什么学校 我出生在南部或是北部或是中部 我们常常用出生来断定 这一个人以后世事会成功 如果是我出生是台大毕业了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功 但是我出生若是在南部的长隆大学 或是其他私立学校 我可能就是出生不好 我就可能不会成功的 但是有时候出生难道都代表一个人 成功的一个关键之一吗 其实我们看见了 就业圣经当中的约瑟 他出生好吗 其实若我们了解约瑟的一生的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奴隶被关在监牢里面 好不容易透过了解梦 他从一个奴隶当中 然后被释放出来 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 约瑟的出生好吗 不好 曾经是一个有奴隶背景的人 可是他相信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当神在他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原来出生不好 因为神而丰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出生 而常常自爱自怜 常常因为你自己的环境不好 而自爱自怜 我出生在彰化 我的家庭成长背景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我相信只要人好好去努力 一定有成功一天 只要我好好努力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重视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学历背景都不是那么OK 但是神若与我们同在 其实我们可以扭转 甚至逆转胜 这时代基督徒 我们常常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逆转胜 我们从一个很贫穷的 然后因为神的祝福 我慢慢靠自己的努力 神的恩典 我慢慢地从一个中产阶级 然后慢慢地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成功 我们常常也认为自己是不够好 不够完全 我的生命好像一年串的空 但是因为神的爱进入我的生命 你也补足那个空洞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约瑟的故事何尝不是如此 皇冠 所罗门王 出生在大卫的家庭当中 他被称为是犹太人的希望 因为他接续大卫而往 这样的朝廷长大孩子 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个人 可是我们却看见了所罗门王 他到最后结果他很感慨 他说虚空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亲爱的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警醒自己 我们就好好的把握我们上帝 所给往的每天 常常反省自己 一日三省无声 常常检讨自己 当我愿意回到神面前 来看自己的时候 也发觉原来我生命不是空 原来我的生命因为耶稣而奉富起来 愿神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这时代当中 愿意常常警醒自己 愿意常常反省自己 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每个人 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 愿神助我们 我们来做个祷告 亲爱父神谢谢你 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或许我们曾经软弱过 我们曾经跌倒过 我们曾经被诱惑过 在信仰这条路 我们跌倒了 我们埋怨了 我们力气的神 但神你总是对我们不离不弃 你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总是打开双手 来迎接每一位愿意 回转归向神的儿女 耶稣帮助我们 当我们越面对试探 面对诱惑的时候 我们愿意有一颗警醒的心 越警醒 我们就与神越亲近 越警醒 我们就有人力 来拒绝一切的诱惑 愿神的平安 就在所有愿意警醒 自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